男人背叛了自己的灵魂 任由身体与海盗船融为一体 只为向海洋统治者换取13年自由时光 深海统治者答应后 帮助男人挽回了沉入大海的邪恶女巫号 并挂上黑帆重新命名为黑珍珠号 黑珍珠号因此受到魔法的加持 成为加勒比海域最快的船只 但代价是13年后 杰克的灵魂归琼斯所有 他要在琼斯的船上作为水手服役100年 一向遵从海盗法典办事的杰克 不但将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沉浸在加勒比海域城中破浪 整整潇洒了两年 没想到仅仅两年时间 就遭到了手下大副巴伯萨带领水手们发动了叛命 将杰克赶下黑珍珠号 将他抛弃在无人荒岛中等死 巴伯萨利用黑珍珠号 找到了传说中的宝藏阿兹克金币 从此巴伯萨带着船员们吃香喝辣挥霍一空 其中一名叫内特的老水手 认为巴伯萨背叛杰克不符合海盗法典规定 巴伯萨一气之下将他扔进了海底 但很快他们发现这些金币被赋予了诅咒 所有花过阿兹克金币的海盗都沦为了行尸走肉 只要站在月光下他们就会原形毕露 虽然他们不死不灭 但也被剥夺了所有感官和知觉 就连喝一瓶红酒也感受不到任何滋味 名义上是活着 但跟死人已经没什么区别 而解除诅咒的唯一办法 就必须找回花出去的888枚金币 并沾上被诅咒之人的鲜血放回原处才能解除 巴伯萨带领船员经过多年的掠夺 终于找回了大部分金币 只是最后一枚金币 却随着老水手特纳一同沉入了海底 直到这天加勒比海面上 出现一个小男孩漂浮在迷雾之中 恰巧一艘豪华军舰从这里驶过 市长的千金伊丽莎白 站在船头上哼唱着海盗之歌 他虽然出身高贵 但却对海盗充满了无限幻想 船员吉布斯听见歌声赶紧制止了他 因为根据古老传说 女人在船上本身就会给大家带来恶语 不过在这艘船上她说了可不算 总指挥诺林顿骄傲地告诉伊丽莎白 她这辈子就是为杀海盗而生 只要海盗赶来就请他们吃一百门大炮 伊丽莎白刚回到船头上 就看见一个昏迷中的小孩随着木板飘了过来 水手们赶紧将小孩救上了船 可还没来得及查看男孩情况 不远的迷雾中一艘商船燃起熊熊火焰 能摧毁这艘庞大的商船 恐怕也只有海盗才能办到 为了不打草惊蛇 诺林顿命令船员们加速前行 以确保护送总督安全抵达目的地 而伊丽莎白担负起了保护小男孩的众人 双方简单介绍后 小男孩再度陷入了昏迷 这时伊丽莎白发现了男孩胸前挂着一枚骷髅金币 这种金币象征着海盗身份 一旦被别人发现小男孩就会立刻被带来 为了保护她 伊丽莎白赶紧将金币藏了起来 就当她来到船头仔细观察这枚金币时 恍惚之间似乎看见一艘黑色幽灵船 在迷雾中悄然离去 时间一晃 女主伊丽莎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但儿时留下来的那枚金币 却始终在她脑里挥之骨去 决定将这枚骷髅金币随时带在了身上 此时被提拔为总督的父亲 忽然给她送来当今巴黎时尚州 最流行的限量款素身裙 女儿深知老爹无事不登三宝殿 她希望女儿赶紧穿上去参加 诺林顿准将的生殖仪式 原来诺林顿准将喜欢自己女儿 趁此机会她赶紧促成这门婚室 伊丽莎白只好穿上了 这身喘不过气的素身裙 在临走前遇到了二号男主 威尔特纳前来上门送检 她正是八年前被救上岸的那位小男孩 也是当时风靡全球的精灵王子 来哥拉斯 威尔自从被老铁匠收养后 在皇家港里已经成为了一名小有成就的小铁匠 她和伊丽莎白虽然是青梅竹马 只可惜两人的身份相差悬殊 威尔深知自己身份卑微也不敢痴心妄想 画面一转九大海盗王之一的杰克 突然出现在皇家港口上 原来当年她被巴伯萨丢在无人岛上并没有死去 依靠传载人在的信念 她发誓要从巴伯萨手中驳回黑珍珠 于是割下自己的头发绑在三只海龟腿上离开了荒岛 可现在混得不但没有水手跟水 就连一艘像样的船都没有 还拿什么资本跟巴伯萨印钢 所以她来到了皇家港 目标也很明确 准备偷走那艘海军自称海上霸主的无尾号 然后再去寻找巴伯萨夺回她的黑珍珠 猴子只是偷了一枚被诅咒的金币 下一鸟在月光的抛洒下瞬间变成一具骷髅 同样花光这些金币的海盗不但沦为了行尸走肉 而且被剥夺了所有感官得不到任何物质享受 甚至再也体验不到属于男人的快乐 想要破除诅咒就必须找回花出去的金币并放回宝箱 于是巴伯萨带着船员驾驶臭名昭著的珍珠号到处烧杀抢猿 在多年的努力下他们终于抢回了大部分金币 现在只差最后一枚他们就能破除诅咒 不巧最后一枚金币却被总督千金当成项链挂在了脖子上 今天是哈林顿准将加冕的日子 在举行仪式中伊丽莎白被树身群困的上汽布接下起 不远处的皇家港口上 九大海盗王之一的杰克斯派洛不请自来 因为遭到了大副巴伯萨的背叛失去了他最爱的珍珠号 如今变成了光感私利 虽然现在混得连一艘像样的小船都没有 但船到桥头自然沉的名场面丝毫不影响气派 而杰克来这里的目的也很明确 打算偷走一艘最快的军舰东山再起 然后再寻找叛徒巴伯萨从他手中驳回黑珍珠号 面对两个士兵的拦截杰克也非常坦诚地告诉他们 由于太过诚实两位卧龙凤厨一时间也反应不过来 与此同时诺林顿来到炮台上正准备向伊丽莎白申请表白 可伊丽莎白却被束身一绑地喘不过气导致掉入了大海 恰巧这一幕被正在扯皮子的杰克看到 二话不说立刻跳入海里救人要紧 此时戴在脖子上的骷髅金币似乎受到大海感应突然掀起一波余震 原本平静的海面也顿时狂风大作 英雄救美的杰克将伊丽莎白救上了岸边 杰克发现这枚骷髅金币后也感到十分震惊 可还没来得及询问金币来源时 就被诺林顿准将带着人马团团围团围住 他掀开杰克袖子果然发现了海盗烙印 这是海盗被捕后官方打上去的印记 于是没收了他全部的家当 一把只有一颗子弹的枪 还有一个从来不指北的指南针 作为九大海盗王之一自然不可能就这样被束手就擒 转身就将伊丽莎白劫持住 要求准将将他的所有家当归还 然后转身让伊丽莎白帮他戴好那顶象征性的帽子 这番索油骚操作 气得诺林顿准将当场就想问候他全家 是一种的好事 你就是剩下吧 gentlemen 你会永远记得这一天 你准备到了 Captain Jack Sparrow 成功甩掉官兵追杀后 杰克恰巧躲到了威尔的铁匠铺 此时老铁匠正在憨憨大睡 无论杰克怎么呼喊都叫不醒 无奈之下他只好尝试自己帮自己解开镣铐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还是没能解开 在仔细打量一眼周围环境后便拿起烧红的铁钢 然后烫在驴子屁股上让他开始运作起来 紧接着挂在转动齿轮上这才夹断了手套 就当准备逃跑时不料小铁匠威尔赶了回来 一眼就识破了他正是刚刚劫持伊丽莎白的那个海盗 为了替伊丽莎白报仇两人二话不说打斗了起来 不过在打斗过程中杰克对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原来他正是当年反对巴伯萨叛变的那名水手的儿子 杰克也不想与他纠缠下去 于是转身想要逃走 哪料威尔就没有打算放过他 两人再次大战三百回合 只是杰克低估了小铁匠的剑术 精灵王子的风范丝毫不减当年 几个回合下来杰克也意识到这样耗下去不是半个 于是掏出了那把只有一枚子弹的手枪 与我了解杰克是不会舍得开枪的 因为这颗子弹他要留给背叛他的巴伯萨 最后还是被赶来的士兵就地带 大名鼎鼎的海盗王就这样锅当入狱 好在开门的只有一只叼着钥匙的狗狗 就在狱友们想尽办法吸引狗子拿钥匙越狱时 当天晚上一艘海盗船悄无声息靠近了皇家港口 毫无征兆地架起大炮开始火攻 杰克透过窗户一眼就认出正是那艘令人闻风丧胆的黑珍珠号 海盗们一拥而上冲入城内开始烧杀抢掠 而他们真正的目标不是为了钱财 而是伊丽莎白挂在脖子上的那枚骷髅金币 正是因为白天伊丽莎白落水的一瞬间召唤了他们 自从这些海盗被金币诅咒后 任何美味佳肴都无法刺激他们的味蕾 一旦接触到月光就会变成一具恐怖的骷髅怪 虽然拥有不死之躯 但却被剥夺了所有感官和知觉 唯一能解除诅咒的办法只有找回花出去的888枚金币 经过烧杀抢掠海盗们终于找回了887枚 只差最后一枚 多年以来船长巴伯萨一直苦恼最后一枚金币的去向 直到最后一枚金币落水的一瞬间发出信号 受到召唤的海盗们这才重振雄风燃起了希望 当天晚上立刻开着令人闻风丧胆的黑珍珠号来到皇家港口 毫无征兆地对准皇家海港架起大炮开始轰炸 城内来不及逃跑的无辜百姓瞬间沦为了炮小王魂 海盗们在硝烟的掩护下躲过官兵的视野乘坐小船迅速抢摊 在炮火的覆盖下他们很快闯入城内开始肆意烧杀抢烟 所过之处皆是哀嚎声不断 灾难面前只有铁匠威尔挺身而出 拼除铁锤精准干掉了一名头弹兵 随后毫不畏惧冲入混乱战场与海盗们正面展开厮杀 所有官方士兵都聚集在炮台上对付港口的海盗 殊不知他们已经派出另一队人马冲入了市长府邸 因为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抢走市长女儿脖子上的那枚骷髅精灵 两位卧龙凤雏首当其冲 将伊丽莎白团团团围住 突然一名海盗贸然闯入 恰巧被突如其来的一发炮弹击飞 正好给到了伊丽莎白趁机逃走的机会 将房间门牢牢卡住后就躲进了衣柜 但这些海盗是受到金币召唤而来 无论他藏到哪里 他们都能准确找到这枚金币的位置 被发现的伊丽莎白突然大喊怕雷 原来根据海盗法典里怕雷就是谈判的意思 一旦俘虏提出谈判任何船员都不可以伤害谈判者 还必须要带谈判者去见船长 虽然卧龙凤雏没读过书 但是法典规矩他们还是懂的 于是两人护送伊丽莎白去见船长巴伯萨 这一幕恰巧被铁匠威尔看到 只是刚想要上前阻拦 却被满血复活的头弹兵给拦下 说什么也要请他吃一颗炸弹 好在炸弹突然施灵捡回一命 但却被路过的海盗一棒敲晕 与此同时还有两位海盗一路来到了牢房 却意外碰见黑珍珠号前任船长杰克斯派洛 两人上来就给锒铛入狱的杰克一顿冷言嘲讽 杰克告诉他们背叛他迟早会受到诅咒 被激怒的海盗伸出手卡住了杰克的脖子 在月光下他的手变成了森森白骨 杰克这才发现他们都中了阿兹克金币的诅咒 两位海盗转身离开留下杰克在监狱里自生自灭 另一边伊丽莎白被卧龙奉处安全护送来到了黑珍珠号 伊丽莎白上来就要求见船长却被黑哥挨了一嘴巴 巴伯萨船长表现出绅士风范向伊丽莎白申请道歉 紧接着双方开始了谈判 伊丽莎白在毫无筹码情况下要求海盗立刻撤出皇家海港 只是老谋深算的巴伯萨从来就不做亏本的买卖 情急之下伊丽莎白拿出这枚骷髅金币做出威胁 巴伯萨立刻露出了紧张的表情 不过很快他又调整好情绪露出蛮不在乎的样子 赌他根本不敢扔掉唯一能和他谈判的筹码 巴伯萨见女人如此胆识过人便开口询问她的姓氏 伊丽莎白不敢轻易暴露自己身份 只好引用心上人姓氏说自己叫伊丽莎白特纳 巴伯萨听到特纳这个姓就更加兴奋 因为最后一枚金币只有沾上老特纳后代之人的鲜血 他们才能成功解除身上的诅咒 可谓一举两得呀 巴伯萨当场答应了这笔交易 立刻下令停止炮火攻击掉头返航 只不过是停止了攻击 但按照海盗法典规定他们可不包接送服 伊丽莎白就这样被骗上了贼船 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应该感谢巴伯萨 让他在后续成功坐上了九大海盗王之一的宝座 第二天威尔醒来后第一时间找到总督和诺林顿主将 要求派一艘战舰去营救伊丽莎白 可黑珍珠号是当今世界上最快的船 在没有找到准确定位时是不可能鲁莽行动的 威尔突然想起来有一人对黑珍珠号最为熟悉 那就是蹲在牢狱中的黑珍珠号前任船长杰克 也只有他才知道黑珍珠号会停靠在哪里 本来杰克对这件事并不感兴趣 但当他听到对方名叫威尔特纳之后立马就来了兴致 原来他才是老特纳携带王的后代 只有掌控他就有资本与巴伯萨谈判 拿回属于他的黑珍珠号 由于牢房的铁门就是威尔打造了 只需要用杠杆原理就能轻松撬开 但想要救出伊丽莎白就必须搞一艘快船 于是两人联合一起来到港口计划 偷一艘最大的军舰 他是迦勒比海盗系列中最具有海盗本色人物之一 巴伯萨作为大反派角色却让人又爱又恨 甚至他的人气直逼男主杰克船长 他阴险狡诈 老谋深算 野心勃勃 心狠手辣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对朋友的仗义 十年前巴伯萨原本是黑珍珠号杰克船长手下的一名大夫 由于杰克不喜欢硬钢不够血腥野蛮 所以作为大夫的他才策划了这场叛变赶走的杰克 巴伯萨凭借强大气场征服了所有船员 他一心想要把海盗事业做强做大 从此以后带着船员们吃香喝辣走上海盗生涯巅峰 直到巴伯萨找到一箱被诅咒过的阿兹特克金币后 这位爱吃苹果的船长再也品尝不出任何滋味 面对一桌的美味佳肴反倒伊丽莎白吃得满嘴流泳 现在他唯一的乐趣也只能请对方吃苹果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无知的伊丽莎白立刻提高警惕认为这苹果有不 巴伯萨笑着否认道 作为一名海盗船长他还没有下见到用这种手段 伊丽莎白问 既然不杀我那为何不放自己回去 接着巴伯萨掏出一枚骷髅金币跟他讲述了一段恐怖的故事 这些阿兹特克金币一共882枚 当年因为掠夺被异教徒施加了魔法诅咒 一旦金币被偷走 盗窃之人将会受到永恒的诅咒 只可惜当年巴伯萨年轻气盛 找到这些金币之后带着兄弟们一起吃香喝辣挥霍一空 没想到诅咒真的应验了 所有花过金币的人都失去了感官和知觉 他们永远饥渴却又永远无法享受物质带来的欲望 虽然不死不灭但却比正常人活着还要痛苦 而唯一解除诅咒的办法 就是找到所有金币并沾上被诅咒人的鲜血还回宝箱 现在他们已经找到了881枚 只要将伊丽莎白带来的最后一枚金币 并再用她的血迹放回宝箱就能解除诅咒 解释完巴伯萨逼迫她吃苹果 可伊丽莎白打死也不会相信这些鬼怪故事 拿起水果刀就刺向巴伯萨的胸膛 然而神奇的一幕真的发生了 他受到惊吓立刻逃出船舱不料 却看到了更恐怖的景象 于是名场面来了 这些恐怖骷髅海盗把伊丽莎白当玩偶一般玩吗 无处可逃的他只好躲回船舱却又被巴伯萨拦下 巴伯萨拿出一瓶狼姆酒一饮而尽 倒肚子的酒全部一滴不落地洒落在地面 吓得伊丽莎白赶紧躲进了船舱 伊丽莎白蜷缩在角落里被吓得瑟瑟发抖 好在他的心上人威尔已经和杰克达成协议 两人以不同目的计划追赶巴伯萨的船 一个是为了救伊丽莎白 一个是为了从巴伯萨手中夺回黑珍珠号 双方达成协议后准备偷走一艘军舰去追赶巴伯萨 两人扛着一艘小船躲过守卫巡查步入大海 利用船内残存的氧气悄悄摸向皇家无畏号 然后顺着绳子爬上了甲板 并立刻操起家伙威胁皇家守卫赶紧弃船 此话一出顿时闹得大家哄堂大笑 指挥官告诉他就凭你们两人根本无法驾驭这艘船 被赶下船的皇家士兵立刻向诺林顿准将呼喊求助 准将立刻派出所有人前去抓捕 哪知道杰克来了的明修战道暗度成仓 两人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偷准将开来的拦截号 等诺林顿回头望去这才恍然大悟但也为时已晚 因为拦截号的速度远比他们这艘快得多 一气之下诺林顿立刻下令掉转炮口 就算把拦截号打成了也不能让他落入海盗手中 不过杰克早已经算计好了 两人脱离危险之后 杰克揭穿了威尔的真实身世 原来威尔就是他曾经的船员比尔特纳的儿子 听到自己是个到二代威尔对这个身份表现得十分抗拒 并拔出剑威胁杰克让他证明自己父亲的清白 杰克来了个急转弯将他吊在半空中 严厉告诉他做海盗和做好人并不冲突 让他乖乖听话跟着自己去一趟塔图家 计划在这里招募一匹水手再去对付巴伯萨 这些受到诅咒的海盗在月光的抛洒下全部变成了骷髅管 被抓上幽冥船上的伊丽莎白下的魂飞魄散 直接被他们当成玩偶一般耍弄了起来 只因为他随身携带的那枚金币 正是骷髅海盗们恢复人生的唯一希望 再加上他自称是特纳家族的最后血脉 只要在金币上沾上他的鲜血并放回宝箱 他们就能解开诅咒 巴伯萨船长连夜带着所有人来到了死亡之岛 烧杀抢掠积攒十多年的财宝 终于到了可以享受的时候 巴伯萨和船员们庆祝着十年诅咒解除日子的到来 随后打开了装满金币的宝箱 在所有船员们满怀期待的同时 巴伯萨划开了伊丽莎白的手掌 当最后一枚金币归还宝箱后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被解除的到来 然而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为了验证有没有生效 巴伯萨当即向卧龙身上打了一枪 然而这一枪卧龙得出了两个结论 好消息是自己没有死 坏消息是诅咒没有被解除 巴伯萨立马意识到被伊丽莎白骗 质问他的父亲名字到底是不是叫威廉特纳 在被逼问过程中伊丽莎白坦白告诉他 这枚金币只不过是他在八年前坐船时 救下一名小男孩在他身上得来的 气急败坏的巴伯萨一巴掌将他扇倒在地 但他的手下可不买这笔账 认为巴伯萨给他们找了个冒牌货 正是因为当年巴伯萨将威廉特纳丢入海里 才导致大家一直难以解除诅咒 于是所有人开始内讧指出巴伯萨这个船长当的不合格 一时间海盗们群情激愤摆出先桌子造反的架势 因为在海盗的黄金时期船长的地位并非高高在上 而是由船员们投票选出来的 一旦船长失职不得人心 水手们就会发动叛变重新投票 选出一位更加有能力的人重新带领大家航行 巴伯萨以强大气场征服了所有船员 另一边捷克和威尔搞到一手军舰后就来到了塔图加 计划在这里招一批水手准备前往死亡之岛救出伊丽莎白 这里到处都是自由水手和地痞流氓 也是很多人向往自由的理想天堂 在这里生活的人主打的就是一个狂野 捷克用一波冷水叫醒了最倒在猪圈里的老朋友吉布斯 让他帮忙去招聘一批水手 并悄悄告诉他威尔是携带王老特纳的后来 这是和巴伯萨谈判夺回黑珍珠号的唯一筹码 很快吉布斯马上招募了一批身体强壮的水手 这一看全都是吃这碗饭长大的好水手了 一个被割掉舌头只能用鹦鹉代替说话 其中还有一个老情人 他说的就是开头传到桥头自然沉的那艘 万事俱备后开始扬帆起头 在罗盘的指引下他们很快就抵达了死亡之岛 捷克让船员们在外面等待 自己和威尔先进去打探情况 还特意交代他们 如有欲不测他们可以按照海盗法典自行离开逃命 两人悄悄划着小船进入了藏宝洞 正巧看到了巴伯萨在康凯激昂发表演讲 捷克打算单独去和巴伯萨谈判 威尔信不过捷克在半途中一棒将他敲晕 然后游到伊丽莎白旁边将他叫醒 两人悄悄离开时顺便带走了那枚金币 成功逃出洞穴后回到了拦截号 当大副吉布斯询问捷克人在哪里时 威尔对他撒谎说捷克落单了 在海盗法典中有一条说明 当有一人落在队伍后面 为了整体利益 应当毫不客气地选择抛弃 最后船员们只能扬帆回航 离开了死亡之岛 两人在单独相处时 威尔一眼认出了这枚金币 就是当年父亲送给他的领 显然想要破除诅咒需要的其实是他的血 等巴伯萨反应过来想要追赶他们时 这才发现所有船桨已经被捷克收走 恰巧被卧龙凤厨两人撞捡 老规矩捷克提出了帕雷谈判 于是将他带到巴伯萨面前 巴伯萨也没想到他竟然能在孤岛私利逃生 立刻下令直接将他就地处决 关键时刻捷克说出了特奈家的真正血脉是令勇气人 让巴伯萨暂时没有杀掉他 双方达成协议后立马航行全力追赶拦截号 很快黑珍珠号追了上来 船员们赶紧将所有物品丢下海里 以此来加速前行 可是黑珍珠号是当今世界上最快的船 眼看双方的距离越拉越近 伊丽莎白觉得反正逃不掉干脆 而他们拼死一捵 凭借他多年跟随海军出海学到的知识 在左侧下毛来的急速转弯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由于刚刚炮弹全部被丢入海里 现在只能用上刀叉铁钉一切具有杀伤力的东西 船舵一放手直接来了个急转弯 双方狭路相逢面对面架起大炮 近距离来了一场尖传力炮的对决 开炮 两方军舰相互开炮拼的就是看谁弹药多 可是拦截号刚刚被追赶时 为了减轻负担将大部分的炮弹扔了出去 现在只能用上刀叉铁钉一切具有杀伤力的东西 所以命中黑珍珠号造成的伤害也是微乎其微 只是苦了凤除新买的眼珠子 反倒巴伯萨这边但无需发摧毁着拦截号 如果再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这艘船很快就会被击沉 现在唯一能和对方谈判的那枚金币也落在了船舱内 情况紧急威尔立刻回到船舱内寻找金币 可没想到卧龙凤除装好炮弹 直接将拦截号的旗杆炸盾 导致整艘船失去平衡将威尔困在了舱内出不来 胜券在卧的巴伯萨立刻下令让水手们过去近身肉骨 猴子也担负起了寻找金币的重用 直接被荡成炮弹发射了过去 这一幕恰巧被关在黑珍珠号上的杰克看见 突然一发炮弹直接将牢房打出一个窟窿 虽然他很心痛黑珍珠号 但好在也为他打开了牢门 刚来到甲板上面就看见猴子偷走了金币 当他顺着气竿追上去时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解开诅咒的金币失而复得 海盗们又看到了恢复人生的希望 只是威尔仍然被困在了拦截号船舱内出不来 他们点燃导火索直接将残破的拦截号炸火 船员们全部被巴伯萨俘虏 看见威尔一同和拦截号被炸火 愤怒的伊丽莎白想要和巴伯萨以死相抗 但巴伯萨舍不得杀她 像这样的女人让人一看到就瞬间心情变好 但巴伯萨舍不得杀她 将她推给水手们尽情享乐 就在这时逃出生天的威尔来到了黑珍珠号上 大声宣扬爆出自己就是特奈加最后的血脉 并以自己的生命来做威胁与巴伯萨谈判 要求放走伊丽莎白和杰克 否则就永远也别想解除身上的诅咒 巴伯萨立刻答应了她的请求 但老谋深算的她又耍了个心眼 虽然她一向遵从海盗法典办事 但也很擅长巡查漏洞 因为没有说明把他们放到哪里 所以默认又将伊丽莎白和杰克放回当初的那个荒谱 念在以前是同事一场 巴伯萨给了她一把只有一发子弹的手枪 然后就将她推下海里 伊丽莎白听说杰克上次是用头发绑了六只乌龟逃出了荒谱 要不现在也按照以前的方法离开这个鬼地方 杰克并没有着急回答她 而是用脚丈量地面上的位置 原来这座孤岛上的酒窖是一群狼母酒走私饭的储藏点 她当初在这里等了三天后就搭着走私饭的船离开了荒谱 所以这次被困她丝毫不慌 晚上杰克和伊丽莎白围在篝火边上一边唱歌一边喝狼母酒 一男一女在孤岛里难免会擦出一点火花 趁此机会伊丽莎白打起了自己的小蒜板 继续将杰克灌醉 等杰克第二天醒来后 这才发现整个岛上已经浓烟弥漫 原来伊丽莎白将所有狼母酒给烧了 因为他坚信皇家舰队正在附近海域寻找自己 这些浓烟会吸引他们的注意 果然路过的皇家军舰看到浓烟就赶了过来 并将两人带上了船 伊丽莎白要求诺林顿准将返回死亡之岛救出威尔 但老爹认为根本不值得为一个小铁匠去卖命 无奈之下伊丽莎白接受了诺林顿的求婚 但条件是必须要将威尔救回来 为了终身大事诺林顿答应了他的请求 立刻带领所有士兵乘坐小船前往死亡之岛洞穴 杰克提议让所有人埋伏在外面 自己进入洞穴假装谈判引出所有海盗将他们一网打尽 山洞内巴伯萨已经将威尔按在宝箱上 正准备完成血迹时 杰克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的诅咒仪式 他向巴伯萨提议 洞外已经被英军埋伏了 现在解除诅咒无疑就是送死 还不如趁着不死之身 先把英军干掉搏下他们的无畏号 然后把黑珍珠号还给他 他甘愿在巴伯萨的麾下掌管黑珍珠号 以后所夺来的宝藏分出15%给到巴伯萨 其实杰克真正的目的是 希望巴伯萨英方打起来 等打得差不多的时候 就解除诅咒 让他们失去不死之身 倒在英方枪下 这样他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力 拿回黑珍珠号 在谈判期间 杰克顺手在宝箱里拿起四枚金笔 然后又一枚一枚的放回去 但最后一枚却被他悄悄收入囊中 最终杰克以25%的分成 和巴伯萨达成了这笔交易 立刻下令让所有人走出去 在月光的照射下 他们先派出卧龙凤雏 穿上少妇裙子 来吸引埋伏在外面的海军的注意力 然后巴伯萨带领其他不死船员 从海底出发悄悄潜入无畏号 这些骷髅海盗行走 在海底下面个个身轻如燕 在月光照射下 他们顺着绳子陆续爬上了皇家无畏号 准备给船上的所有士兵打个措手不及 很快海盗们悄无声息地来到第一层甲板上 士兵们在毫无防备情况下一个个被放倒 由于大部分兵力都被派到附近的洞口埋伏 在诺林顿准将的带领下 他们计划将所有海盗一网打尽 可他们没想到这些海盗早已经从海底走出了洞穴 悄悄登上了他们的无畏号 并且派出卧龙凤雏穿上少妇裙子来吸引士兵们的注意 两人在相互调侃中丢掉遮阳伞扭打了起来 在月光的抛洒下不料暴露了骷髅形态 卧龙舰计划败露立刻拿起手枪打掉了指挥官的帽子 眼看偷袭行动失败海盗们只能一拥而上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对战 海盗们虽然人数比对方少 但他们个个都是拥有不死之身的 很快英军败下阵来 其中一名倒下的士兵拉响了警钟 诺林顿准将这才意识到自己中了吊虎离山之计 立刻带着士兵们坐小船赶回吴卫号 可还没等他们赶回来 卧龙凤雏就点燃大炮将他们打得措手不及 在牺牲大部分兵力后他们终于登上甲板 与这些不死不灭的海盗展开了第二次拼杀 伊丽莎白趁机溜出吴卫号坐着小船来到了黑珍珠号上 把关押在牢狱中的吉布斯和水手们全部放了出来 联合解决掉两名放哨的士兵后 伊丽莎白要求大家一起杀回洞穴救出威尔和杰克船长 但水手们还是决定遵守法典不返回洞穴 计划驾驶黑珍珠号离开这个鬼地方 然后在58同城找一份工作好好过日子 无奈之下伊丽莎白只能孤身一人回到洞穴 在洞中杰克也听到外面的炮弹声响 趁着外面打得不可开交 此时正好是他反水干掉巴伯萨的好时机 一手抢过海盗身上的配件然后扔给了威尔 自己则拿出身上的配件和巴伯萨展开了对决 打了半天巴伯萨这才想起自己是不死之身 所以干脆不打了 敞开胸怀任由杰克宰戈 巴伯萨拔出身上的剑迅速还了回去 让他没想到的是杰克在月光之下也变成了不死之身 巴伯萨一脸茫然 明明他没有跟我们一起夺宝藏 为什么他也变成了窟窿 杰克调皮地掏出一枚金币玩弄在手指之间 原来刚才和巴伯萨谈判时 他偷偷藏了一枚金币在自己身上 相当于他也受到了诅咒 现在两个人都成了不死之身 活斗中在月光的照射下十二化人十二化物 迫使这场决斗变得毫无意义 就在两人打的难舍难分时 伊丽莎白也趁机潜入了山洞内 恰好在关键时刻救下倒地的威尔 两人齐心协力将三名海盗串成了羊肉串 然后点燃一枚炸弹放在他身上 紧接着推到月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让他们变回了人形 这一声爆炸引起了巴伯萨和杰克的注意 眼看威尔已经脱身 杰克赶紧将金币沾上自己的血液 然后扔给了威尔 与此同时巴伯萨掏出手枪对准的伊丽莎白 突然一声枪响 杰克率先打在了巴伯萨的胸膛 就在巴伯萨还在调侃杰克浪费了最后一枚子弹时 威尔也在同一时间完成了最后一枚金币的血迹 巴伯萨赶紧扒开伊夫查看 发现伤口不断溢出鲜血 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彻底解除了诅咒 几十年来直到这一刻 他才感受到一丝疼痛与寒冷 哪怕是一瞬间他也感到死而无憾 只可惜到死也没品尝到一口鲜甜的屏幕 与此同时在无畏号上的海盗也纷纷被解除了祖壮 没有不死之身的庇护 各个都是贪生怕死之徒 立刻缴械投降当场被英军就地带滚 杰克船长再次落入了诺林顿准将手里 按照皇家律法杰克应当处于侥幸 只有伊丽莎白和威尔才知道 杰克是这次战斗中打败巴伯萨的第一功臣 此时一只鹦鹉突然落在了旗杆上 这正是之前招募的一水手的鹦鹉 威尔立刻明白黑珍珠号的水手传员回来了 于是他当着总督和诺林顿面前向伊丽莎白深情表白 说完转身朝着绞刑台而去准备劫伐场 伊丽莎白也猜到了威尔接下来的行动 立刻假装晕倒吸引大家的注意 就在杰克被处死的一瞬间 威尔抽出配件插在杰克脚下帮他垫脚 然后冲上绞刑台与刽子手打斗了起 救下杰克后两人朝着堡垒的悬崖方向跑去 最后还是寡不敌众被赶来的士兵团团为主 双方在对峙中伊丽莎白挺身而出站在了杰克这边 这对诺林顿准将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 此时杰克也注意到了哑巴水手的那只鹦鹉 立刻意识到黑珍珠号就在附近 于是赶紧来到悬崖边上准备跳海求生 远方转角处果然出现了黑珍珠号 顾下问诺林顿该怎么办 就在他还在犹豫要不要去追赶时 总督表示海盗也有他存在的价值 诺林顿准将微微一笑 考虑到以后晋升之路缺少不了这些海盗 干脆放他们一马以后再收拾他们 随后大度原谅了伊丽莎白成全了他们两人的爱情 重新夺回了黑珍珠号的杰克温柔地抚摸着船舶 并向所有船员们宣布启航开往自由的方向而去 最后巴伯萨的猴子没有被捕 而是再次游进了藏宝洞 从箱子里偷走了一枚阿兹特克金币 在月光的照射下又成为了一只不死之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